地球漫步之舞动人生新世界 我是子凌 今天我们在这边呢 要和大家一起来进行 就是空中公共参与周 我们要来关心的一个话题 就是八八风灾的重建之路 我到底要何去何从 那么从教育方面来讲 很多在灾区的这些学校 这些学生们呢 其实现在也都是面临到 可能没有办法在自己的一个学校上课 得要去借别人的一个地方 继续来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路途 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呢 是邀请到了高雄县立三民国中的 王世哲校长 王校长你好 子凌你好 我是三民国中校长王世哲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要先来介绍一下 就是三民国中呢 就是在高雄县的那马下乡的国中 三民国中 那么是不是可以请这个王校长啊 先跟大家来谈一下 就是当初啊 那个发生风灾的时候 那校长你跟整个学校 还有现在呢 整个学生啊 老师他们的一个学习 求学的一个状况 那时候跟现在的一个情形呢 当时候风灾的时候 是在暑假的时候 所以就是学校里面是没有学生 那个时候是八月的时候 那我个人是这样子 因为我是那个本来在任务高中当主任嘛 那是第一任当校长 那就派到三民国中 那也很意外啦 那上去之后 我本来是七号要办那个旧职典礼 那就是来不及办 台风天使 台风 台风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在看天气的变化嘛 那到了七号的下午就很矛盾 到底要不要办 然后后来到了晚上 那个就是气象局就宣布停班停课嘛 那我们高院县政委停班停课 所以我的那个旧职典礼就顺延了嘛 那顺延的话我想说 那个停班停课 大概可以下山了 对不对 那时候不是风强雨大吗 还没有 那个时候 这个台风很奇怪 八月七号星期五 对 对啊 我们下面已经从六号晚上开始挂了 上面那边的话就是比较延迟 它的效应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感觉 对 其实六号 好像六号晚上 六号星期四晚上开始 对 我刚才就跟着一下 六号晚上才决定停班停课 对对对 所以大概在山上的一些老师啦 或者说校长什么的 就是说停班停课 大概就会下山了嘛 下山 那因为我是第一任 我想说我就在上面看看这一次风灾怎么样 那是想体验 来观察一下 但是我是没想到这么大 就到隔天七号的时候 哇 风就陆续大起来了 那没想到八号的时候 整个哇 疯狂宇宙啊 那个整个飞 那个不是平地的台风经验 那也体验了这一次 那那时候是暑假 所以学校的老师跟学生 基本上也都没有什么在学校 这样的 是这样的情况 对 然后后来八号的时候 学校那边的状况怎么样 后来有就是土石流 对对对 我本来是在校长那个宿舍里面嘛 到了凌晨大概五点的时候 就发现 那个土石流已经有下来 就在宿舍旁边有一个大水沟 那土石流已经下来之后 就把那个水沟填满了 那填满了水就会上来嘛 所以我那时候就赶快联络 那个乡公所那边 那时候就凌晨五点 对对对 我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 我赶快联络乡公所那边 还有点效用 那就是乡公所那边 马上就派了几辆怪兽 开始挖 那他们就挖 那挖到中午的时候 基本上就把那沟里面的土石 都挖干净了 那个时候 就那个沟蛮顺畅的 我在想说 哇那我这次 在山上还蛮有作用的 对不对 这个土石流挖掉以后 恐怕这个待会后面 那个风雨下来之后 土石流可能就不会那么严重 我还是很庆幸这样 就没想到到了下午 大概三四四点多的时候 突然一下 哇那个 那个真是疯狂雨大 这样整个就下来 好那那个时候瞬间 大概不到几分钟 那个沟的土石流又满了 然后整个水就淹上来了 那有一看不行 那个水涨得好快 我赶快就从 那个校长宿舍那边 就跑下来 赶快去跑到二楼 就是校长室 我们二楼在校园的校长室 哇那从宿舍跑到 那个教室的那一段路 我差点就被吹倒在 就是拿那个扇 整个都烂掉了 你是一个壮汉 被吹倒这样 对就是几乎吹倒之后 我又赶快站起来 然后就冲 就是用很低的姿势 冲到那个就是那个教室那边 那赶快呢 就跑到二楼校长室那边要躲 因为二楼基本上是比较高 好然后那个时候水 好像已经到到那个腰部了 那时候是水还没吐食的时候 嗯就是吐食一部分 已经下来到我们这个 那个水沟那边了 好吐食流下来 它是不一定是哪个方向 就那时候正好是宿舍前面 那个方向 所以我赶快越过那个吐食 然后就到教室那边 到校长室里面先躲一下 哇那个时候水已经涨到那个腰部了 对啊 对啊你说 所以那个速度非常的快 你是从风吹快把你吹到 然后一直这样子到水 淹到你腰部这样 你才才 对那个时候已经到 在宿舍那边的时候 它一下子就已经上了 水就上来了 对 然后就到校长室那边 就准备要避难了这样 然后那后来学校 是整个那个都有淹掉吗 嗯 学校的部分就是操场整个都淹没了 操场是淹 甚至说是一片汪洋 操场是一片汪洋 然后然后水深挤腰了 好那 那那个教室的部分 那个时候我是赶快 那时候工友还有在那边 我就请工友赶快堆沙包 之前那时候就先堆好 好所以教室的部分 那个就是因为沙包挡住 所以那个泥水 进去比较少 那办公室里面泥水都进去了 那那个我们的风雨教室 就是那个 那时候就是 就是我们的那个 就算是体育馆之类 那整个土石流都进去了 都冲进去 那边就大概就不行 对那边冲进去 然后学校校门口那边 就是整个土石流 也冲回校门那边 那让学校也要重建 部分 对部分啦 部分重建 但是办公室那边是土石 没有直接冲进去 但是泥水 因为那个操场那边 涨起来嘛 泥水有进去 所以办公室里面的 一些办公的器材 只要落地的 都已经坏掉 被淹没了 就是会 就已经损坏了 这样子 还是这样的情况 后来后来你们是怎么下来 然后八月之后 大概九月开雪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 我先讲 就是说 我校长室那边 毕竟不能久留 所以就是还好 我们有一位主任 他是 他是嫁给当地人 就是我们一轩主任 好 那他家正好是住在那 学校旁边那边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看我要跑他家那边去 所以我又从校长室那边 又下去 然后就很危险啊 涉水啊 然后就去到他部落那边 然后就先 现在他那边等于是 避避这个灾难这样 好 那当天晚上 哇 那个七风苦雨啊 那整个就 感觉到那个山呢 呼好的声音 哇 真的是很大声 一直呼好 那个声音 那个雨啊 三天都没有停 而且强度都一样哦 对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灾害 的原因是这样 那个雨 就是很强 就是你看 你在平地 你看那个狂风暴雨 那种情况连续三天都没有停止 然后山的那呼好 鬼哭神好的 那个山 好 好 在怒吼 好 他一直怒吼 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这山怎么这么生气 一直怒吼 怎么吼那么久 还在吼 吼了三天 当然是第二天就吼比较小声了 第三天在小声 这样慢慢的这样子 但是那个雨势都都是一样大 所以在民族村那边听说是 我们是在民权 那民族村那边听说是 听到一个爆炸声 然后是不是那山崩了 还是什么 整个就冲下来 好 然后河堤那边暴涨之后 所以那个民族国校啊 整个就没有了嘛 就研磨在土石里面了 就整个就 还有那边的部落 整个就被土石 整个都掩埋了 好 那民权国小那边也一半 然后我们这边 也就是那个水流成河啊 我在那个部落里面 我就那个晚上 我已经感觉到死亡破镜的感觉 对 那个天很暗很黑 然后风风大 雨狂这样 然后那个 那个他那个前面那个街 那个那个水流成河 然后那个水线 一直逼近那个部落的 那个我们住的房子 好 如果雨再大一点 他水线就一直逼进来 好 那雨他大到大概那个临界点了 所以那个那个线就在那个道路的中间 在偏偏房子这个地方 所以整个晚上都要去看那个雨线 那个水线 那水线如果进来就淹掉了 就要赶快跑了 跑也没地方跑 最主要是你没地方跑 对 那那个乡公所那边是他们派人啊 那个消防队的人来劝离啦 就是我们在部落 希望我们撤到民权国小那边去躲 好 那结果很多人都去 那我们是在那边评估说 这个地方可能比民权国小那边还要安全 因为这个地方至少还蛮高的 好 是部落比较高的地方 那民权国小那边 大概很多村民都去了 那就有人消防队来给我们劝离 我们最后是决定不被劝离 就在原地 反正也没地方跑嘛 万一前面这座山垮下来也是一样 那时候你们几乎是没电 也没水 对 那个就是电早就断了啦 电早就断了 水可能还有一点点 还有一些 但是到了隔天之后就开始断水了 先断电再断水 然后再来断粮 通讯都不通 断路嘛 外面是断路 然后里面三个村之间的路也通通断了 所以三个村是独立了 不能联系 变孤岛了 变孤岛了 然后最后最可怕的是断讯 我在上面的时候 其实事实上我是觉得还有一点安慰 是说我还可以打电话 跟我的亲人也好 我朋友有所联系 或是把上面的灾情赶快传下去 但是到了第二天吧 就整个断讯了 我正好在把上面灾情传到一半 给我那个我们处长的时候 教育室处长的时候 讲到一半就断了 听说那个处长 就是那个时候他就哭了 你知道 当然哭了 那个断讯 然后断讯之后 你完全跟外界失联 那个时候心情会整个荡到谷底 你知道吗 那个都不一样的 因为你已经完全没有了 你连音讯都没有了 所以断路断粮断水不可怕 这都不可怕 断讯真的是很可怕 你会一直担心 下面人怎么想你在上面 是情况是怎么样 对不对 一个线签都没有 那你就会一直担心 下面人他是怎么在担心你 你知道吗 你在这边等于是一个哑巴 你根本没有办法讲 那上面的情况 又是很惨烈的情况 是这样子 那个时候的感受 还是这样子 那后来就是一直等到救援 全部都下山这样子 对 就是陆陆续续的 大概第二天以后 我们在那边就是 我在一轩主人那边 他那边有 那个时候还有点电 仅存的电力 就是去拍照 把那边的灾情 摄影也好 拍照一下 赶快把这个 那边的灾情传下去 所以本来纳玛夏那边的灾情 是第一天都没有人报 你知道 没有人知道你们情况 因为是断路 都没有人知道 但是传下 讯息传下去以后 第二天 哇 整个就报道 报道就受到重视 那重视之后呢 就会有一些措施 一些援助的措施或什么 但是第二天 第三天 仍然没有办法 飞机敢飞 因为天后太差 真的 所以那时候都还没办法 所以我们在里面断水 断水就喝雨水 我大概两天 就是两三天都喝那个雨水 雨水味道咸咸的 有个特别的味道 那还是要忍耐 然后吃的东西 大概就是说 冰箱里面的东西剩下的 因为早就断电了 所以那个冰箱里面的东西 就逐渐的就腐败掉了 那到最后 就是吃一些腐败的东西 像那个飞鼠 他们打回来的冰在里面 让它慢慢就坏 有点坏了 还是要煮 最美味的就是那个 看到蝸牛 蝸牛就是 还有蝸 当场抓蝸牛 蝸牛的话 蝸牛是还算是蛮新鲜的 这样 但是在那个情况之下 你会告诉自己说 你要赶快保存体力 你还是要吃 因为你后续你不知道 因为那边整个断路了 你说要怎么下去 你搞不好要在那边 可能十天半个月 一个月两个月 都不一定 所以你可能 你自己就会本能的 去保护自己 你就还是赶快去吃东西 像我个人就是这样子 对 是 好 然后就是后来 整个救援 比较顺利的时候 大家都撤到山下了吗 对 就是陆陆续续 那个 就是把 因为学生要上学 那上学8月30号 31号要开学 对 所以 大概那个地方 因为也 就完全断了 那边 梁也断 路也断 什么都断 水也断 电 那边生活机能 一定是非常差 所以政府这边 大概就是 就是希望他们下来 然后先收容 在收容所那边 然后慢慢再想办法 所以那时候 直升就陆续 把家长 当地的居民 还有学生 就载下来 载下来 我们就准备 要复学 开学 那就是 就进入到 以后 就是我们三民国 都安置的状况 那你们要复学 准备这一个 工作的时候 应该会变得 比较 比较麻烦吧 要不要去把 那个学生 都找回来 这样 对呀 这是一大工程 你这样问的 真的是 有问到问题 你快把学生 找回来 你想想看 就是 但是我们是 很有系统在做 学校就是 运用团队 我们就是请导师 赶快联络 地毯式的搜索 他们到哪里 家长 他们以前的 那种联络方式 一个一个找回来 所以我们学校 还不错 找回一百多个学生 我们本来是一百二 所以我们在这边 安置 现在目前是 一百零六个学生 所以我们安置率 算蛮高的 那有一些学生 他是因为一亲 就不在这边 有些亲属 他下山之后 他可能就是去找 住在朋友那边 或是可能到外县市去 那他们就到 别地方去就学了 所以我们就一百零六个人 就到找到 佛光山浦门中学这边 那会找到浦门中学 也是一段姻缘 也是不容易 也是你们自己去找的 对因为那时候 比较急 比较急 大概十天半个月 要开学了 对真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心急如焚 你知道我想说 校长 我们要赶快找到地方 去把学生安置下 后续安置时间可能不短 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地方 让学生安心的来读书 学生的受教权是最重要的 但他们的学习 要摆在第一位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一直很急 到处找 你知道 还好就是 可能也蛮幸运的 那个时候 我们家长是安置在佛光山 那佛光山那边 然后我们都会去 去看家长 看看学生下来的 然后在那边 我就遇到了一位法师 他的法号叫妙凡法师 我一直很感谢他 这算是一个巧遇 那碰到他之后 就有聊起来 他就问我说 那你现在目前 有什么需求没有 我马上 就是 法师好关心 对 他很慈悲 那我马上就 就是 立刻跟他讲说 我现在在找学校 我现在困扰 就是我想找一个 让学生安置的地方 那个时候真的很徬徨 到处找 看民间机构 有没有什么 不像学校的 只要能够 能够让他们 有一个地方 就是客难式的 学习的地方 就已经很好了 所以我到处在找 还透过广播 那个时候 也上一些广播节目 一直呼吁这样子 还好 他就跟我讲说 好那有了 不然 你去 你来浦门中学好了 我帮你去联络一下 这么好 他马上帮你去问 对马上问 那问了之后 真的很有效应 马上有结果 然后浦中那边 就他们的校长 就会跟我联络 那还不错 浦中那边 他们是一个新校区 那校园也很大 那他们正好有一栋 大概一个体操馆那边的 一楼一层 没有用到 那没有用到 他就找我去看 那我一看 哇 真是太好了 那这一层里面 后面还正好有六间教室 我们正好六个班 好像是天照地设的一样 然后这个他旁边那边 又有一个大的空间 可以做我们临时办公室 我觉得这样已经是非常好 而且他们校园又蛮大的 那个可能在那边 都可以散散步 动一动 我觉得很好 我就赶快当下把握这个机会 那我就赶快咬住不放 就因为这个大好的机会 你跟校长还真不好当 我一定要是这样 我觉得校长 校长其实在前面的话 你就是要去找资源 找资源 然后那个时候 找到这个地方 我非常的高兴 我想说一定要把握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 后续几天以后就开始有一些人 会跟我讲说 你到哪里好不好 哪边有个地方也不错 一直在给我一些选择信 那我那时候都不为所动 我都跟他们讲说 我已经找到了 我认定就是这个地方 那我就一直跟他们 不断的接下 但是那个时候 就一个很大的问题 学生住的问题 学生住的问题 住宿 你想想看 我们一百多个学生 一下来你要住哪里 对不对 他们原先在山上 是住家里来上学就好了 那你现在一下来 你要集中住宿啊 那是不是要找个地方 给他们住 所以这也是一大难题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那时候 灾区下来的 这些家长啊 学生 他可能是住在 不同安置的地方吗 你们又是慢慢 去把他找回来 对啊 那个家长是政府安置嘛 政府那时候 先把安置在佛光山那边 那后来就陆续到 现在有几个兵营嘛 像人美营区啦 工兵学校等等的 他们现在是安置 是后续的安置 是在那边 那之前也都是在各地方 那有的家人就在 七山那附近租房子 所以也散去各地 那还好我们学生 是国中生啊 国中生基本上 慢慢可以独立 所以我们就是 想采取集中住宿的方法 只要找回来 我们给学生 一个好的环境 就让他们住宿这样 但是那个住宿 一百多个人 住宿要怎么找呢 对啊 就很难处理 所以那个时候 就很困扰 所以那个时候 浦中他们是有宿舍 浦中本来就是一个技术型的学校 住宿的学校 但是他们宿舍已经满了 所以他说他只能提供我们空间 就是刚才讲那个教室 空的教室 还有那个空的办公室 那样都是空的啦 那住宿的部分 他们就说要想办法 另外想办法 所以那个时候还好 我赶快 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外面跑嘛 就有碰到那个媒体啊 就是有一位苏大哥 是中国时报的特派 好 苏大哥 然后那时候碰到的时候 也是咬一下 我一直看他提到的学生住宿 我那个时候真的 不知道怎么搞的 本能性的 只要碰到什么人 只要有机会 我就把我的需求 赶快就讲 好 我就想说 一定要找到 一定要安置好 然后那个时候苏大哥很帮忙 就是苏正国苏大哥 他非常帮忙 非常热心 他就给我引荐了 那个福伦社 福伦社 福伦社 就是台南的阿公店福伦社 的一位旅社长 哇 我觉得他也好热心 你知道吗 真的是人积几利 几基人 人力几利那种 我到现在都还很感谢 他跟那个 后来的那些福伦社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成员 一些干部 他就听到我有这个需求 然后他就讲说 那我们就盖组合物好了 马上盖 对 他就说 我说十天 他说想办法 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跟 就是去找他讨论 组合物要怎么盖 然后那个 浦中那边还好 他们地蛮大的 校园里面 所以都已经谈好 校园的某一个地方 空旷的地方 给我们搭组合物 但就是说 要找谁来搭 这个怎么搭组合物 这个就要专业了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福伦社 他们他帮我去找了一些 搭组合物 甚至还找到货柜屋的 我们在那里谈了谈了 然后后来也把 相关的人找来谈 后来才知道说 搭组合物并不像 我们想象的这样 所以很多事情 你必须要经历 你实际要去操作的时候 操作面 你才知道说 这事情是艰困的 不是这样 讲那么简单 组合物三五天就搭起来 不是 他之前还要整地 还要接什么管路 什么 那个我们的卫生问题 什么 这个都要先接好 要整地就要一段时间 然后搭的话 其实事实上 是要一个月 对啊 不是那么快 不是那么快 然后里面 组合物又会热 那个时候又夏天 又要装冷气 冷气吹的效果 怎么样可能也不好 所以就在那边 我们在那边谈 我记得是在找一个 大概简单的咖啡馆 那边的五十块钱一杯 我们就在那边谈 那大家真的是 谈一谈之后 真的是一筹莫展 你知道 时间又迫近了 怎么办呢 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急 那一急之后 情急生智嘛 那我一急之后 我就想说 那这个我可能 也还要再回去 求助佛光山吧 看有没有办法 然后我就电话 赶快再打给 那个妙凡法师 我就跟他说 我现在很困扰这个问题 找到地方 学生住的问题 然后他又去帮我 去问 奔走 然后后来 真的有下问了 你知道吗 怎么样 然后后来就是 突然间 他就跟我讲说 星云大师知道这件事 星云大师知道了 星云大师 他知道这件事 星云大师说 这个忙要绑到底 然后星云大师真的是 慈悲了一位大师 他说这个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然后后来他可能 屈指一算吧 他已经 他就说 我们佛光山不是在 浦门后面那边 有三栋 那个废弃的透天 那是我们的 佛光山的财产 已经废弃 久不住了 那废弃一二十年 那边是荒野漫草了 他说我们就开始 把它整修 就整修 就是看 没关系 就是看多少钱 没关系就下去整修 然后就看我们需要有多少学生 一百多位 对不对 他说三栋宿舍 是窄了一点 没关系 下去规划 看是几层 然后几个隔间 大间一点的 就多一点学生 然后这样隔 然后把卫浴的话 就在后面再大铁皮屋出去 然后再整地 赶快旁边又建一个小小篮球场 让学生可以打球 他们真的很用心的规划 就找我们去谈 虽然那空间你想三栋的透天 居住一百个学生 其实蛮挤 但是因为他规划的好 那也还OK 所以 那包括老师吗 老师的话 是住得进去 住不进去 老师还好 老师可以在附近租房子 老师不像学生 学生一群在那边 也是要有老师 当然 这就是后话了 这就是后续了 所以你就说这个不容易 所以一件事情 你没有真正去亲身体验 你不知道说各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的都是问题 好 那个其实 那个时候 佛光山 我都敢在九月开学的时候 八月三十一号 就马如其开学 你知道 全部都要之前抵定 都要抵定 都要抵定 完全要抵定 所以那个时间压力很大 所以那个 那个时候找到这地方之前 你看我急到什么程度 只要我case马上去看 所以正好这个同时 我已经去看另外一个 在外面租房子 就是找到一个公司老板 他那个房子是 盖了之后 就一直没有卖 好像没有卖得很好 然后就好几栋 我已经去谈了 谈到一半 佛光山电话来说 他们那边也好 所以我这边赶快 已经跟着老板 几乎要敲定了 然后说那稍等一下 我过去那边看看 好 看了之后 不好意思又跟着老板 回绝掉 你那边其实都定了 你知道 但我们评估一下 还是在学校旁边 他后面直接就进学校 这样是最好的 对安全 对 那所以住宿这个问题 就获得解决 当然是比较挤 但是后来我也想到说 正好学生住宿 挤一点 我把生活教育带进去 所以就是利用这个机会 你说危机就是转机 利用这个机会 那正好学生集体住宿了 我们把生活教育的东西带进去 让他们懂得怎么样 跟大家一起住 与人相处 这些部分 那我们都在做了 好 所以说从那时候 整个的风灾水灾 然后呢 一直赶在八月三十一号 对不对 开学 这一段期间 真的我们王世哲校长的考验 真的是在 那时候要接着 校长也没想到 居然会有这么多的故事 就出来了 这样子 就没想到 那现在总算 就是说 在等着那个山上这边 能够重新整个重建盖好 那么暂时就是 学生老师 学校都还是要在山下 这个佛光山这边 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 好的一个环境 来继续学习 但是我们讲到说 一百多个学生 其实以那个 现在的学校的 这个学生数来讲 可能现在大家都一直很 去伤脑筋 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孩子越来越少了 那尤其像在纳马夏这个山上 更遥远的一个地区来讲 少子化的问题 是不是对这个三民国中 也一直要去考虑 而且就要去面临 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基本上 这个少子化造成 这个学校慢慢 就是学生少了 那会有那种病校 废校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普遍性 在台湾普遍性问题 尤其是对于 偏远地区的学校 那就我们学校来讲 目前的话 基本上还没有面临 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 就是针对纳马夏 乡子弟所开设的 一所学校 现在我们的问题 到了就是说 我们学校面临重建 台大电子 他要 他就是任养我们 他要帮我们重建 一所非常美好 绿建筑一所学校 未来学校会是一个 很棒的 我们就是一个愿景 一个很好的蓝图 但我们学校现在 目前就是说 比较迫切 就是说能够在山上 找到一块安全的地 来重建 那我最盼望的是 这个部分 那那个原先校区的部分 那边 因为两年 莫纳克台风之前 有一个卡梅基台风 这两只台风 吐司流都下来了 到校区里面 那个第一个 那个卡梅基台风的时候 吐司流是进入操场 那这一次 它是进 它两侧 这个右侧是 把我们校门毁坏了 然后右边宿舍的部分 也危险 那那个水沟 就整个都 都是吐司流了 然后还有左侧那边的礼塘 也整个被吐司流侵入进去 那就是这一次 它的方向是两侧 上一次是中间 所以吐司流下来 要往哪边下来 事实上 这个是不一定 但是可以知道的 就是说 我们学校那边的那个山 可能有点松动 所以如果逢大雨 或是每年那个季节 台风季节的时候 吐司流是一定会下来 所以那个地方 学校基本上 在那边再重建 或者说 在那边原地 要复学的话 要去基于安全上的考量 所以是 可能政府那边 有专家好像说是异地 重建 那我是希望说 还是能够在当地 那马下乡 能够找到一块安全的地方 让我们赶快去重建 赶快重建 而且这样对未来 学校的发展会是最好的 所以像少子化这方面的问题 对三民国中是比较 没有太大的一个直接的影响 现在最重要是重建 就目前 对目前 但是少子化所衍生的肺小问题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对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 其实学习教育 这个是学生的一个 受教权的权利 对对 那你能够因为说 这个经济不符合校益 所以说就要学生 可能要去花费更多的一个时间 精力 这个交通等等 然后去配合这样的一个学习 所以很多人会去提出 这样的一个质疑 对对对 其实会有这样的想法 事实上是废校的校或并校 是他经济考量 这很简单一个逻辑 就是说 你看一所学校 如果学生渐渐少了 那学生可能少到 剩下几十位 甚至十几位 甚至个位数 那整个学校规模还在那边 有校长 有主任 有老师什么 那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 的确 好像是不符合经济效益 从这个角度 很多事情是要从 看角度的问题 但是如果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看的话 受到少子化冲击比较严重 将来导致废校或病校 通常是在偏远 比较偏乡的学校 比较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那偏远地区的那边的学生 已经是一个弱势族群了 对 在弱势族群再把他废校 让他必须要拔山涉水 复籍到异地区 异乡那边去上学 那等于是对于 就是弱势族群的另外一种压迫 所以基于社会正义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我在这边倒是有一个 我个人的一种想法 我是觉得说 这两个是两难的问题 我们也不能说 对不对 所以但是说 我是自己这么想 我是觉得说废校的问题 或病校的问题 我认为要多一些 少一些 少一些量化的那种管理的思维 多一些执行的关怀 那所谓量化管理思维 就是说可能 废校或病校一般的想法 就是学校在多少人数以下 就要废 他是不讲什么其他的因素的 比如说50人以下学校 就是要废 他是定一个门槛 我觉得不宜这样子 那这就是一个量化的思维的情况 那我所谓的执行关怀就是说 可能我们要多去了解地方的特性 那所学校他在那个地方 他社区的对这个学校的期待 或是那个原住民的处境 或者说偏远地区 那个居民 整个社区学习 还有学生在那边就学 实际的情况 可能要去了解 那疾病是要考虑到病校或废校的话 基本上也要做非常好的配套措施 那在这个之前可能叫多一些沟通 多一些对话 那对话的范围 不是只有政府这部分 可能就当地的居民是一个主体 居民学生 家长 那当地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可能有学生专家 或者说政府的单位 大家做充分的 就是沟通对话 真正了解在地的需求是什么 那这样子 这样子决定的存费 是比较是一种 针对特殊状况 一种执行关怀的一种 一种理念 一种做法 我是比较建议是这样的方式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跟建议 是 那么社道的公共参与周 从11月16号开始 然后会进行到11月20号 10号 左右16 17 18 19 20 刚好周一到周五 那在11月20号 周五的这一场 就是邀请到了高雄县立的 三民国中王世哲校长 会在现场跟我们的 所有来听讲的朋友 一起来座谈 那当然就是来关心一个 就是纳玛夏的三民国中 整个面临这样的一个 重建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从学校 一个到底是 这个社会的正义 还是经济的效益上面 来探讨现在 一个小子化跟废校的一个问题 那也非常的欢迎 关心这一些 公共议题的朋友 在公共参与周的时候 可以一起到高雄市 第一社区大学这边 来做这样的一个听讲 座谈 那么也可以 有什么样的问题 要来跟王世哲校长 一起来讨论的话 也都非常的欢迎 那也这个 今天我们在这边 就是非常的高兴 邀请到高雄县 三民国中的王世哲校长 把这样第一手 有关于当时 这个整个灾变的时候 整个三民国中这边 怎么样去走过体验 这样的一个灾变 然后到这个 整个大家都到山下的时候 又可以把学生找回来 然后开始 这个开学 然后面临将来 重建之路 那也希望大家 可以多多的关心跟支持 那最后 王世哲校长 您有觉得说 希望透过广播 然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来说些什么话吗 就是 现在目前学校是面临 安置已经一个段落了 现在面临的就是 未来重建的问题了 那我想说 我这边提出一些感谢 他一路走过来 我要非常的感谢 就是说 社会上 支持我们学校 的这些力量 尤其是佛光山的部分 他提供我们这样的空间 佛伦社 他提供 后来这次话没讲完 因为我们那个住宿 他们没有帮上忙 但是后来就是 我们的整个设备 我们的 我们那个 行政的设备 包括电脑桌椅 都是完全他们赞助 我们提供 所以我们可以在 第一时间开学 老师一来 马上就可以就绪 电脑也可以操作了 各方面就可以 我觉得佛伦社 对我们帮忙 才是非常的大 那除了这部分的话 其他各界的捐款 或是物质的捐赠 我在这边都一并的 至少我最 代表我们学校 全体的教职员工 至少我们最崇高的 敬意跟协议 谢谢社会大众的支持 谢谢 好 今天我们谢谢 王世哲校长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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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